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二月十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今天是七天農曆春節假期的第一天 昨天下午 臺北車站已經出現 不少準備返鄉過年的民眾 高工局預估 今天西部國道將從上午九點開始出現 車潮 預計中午過後才會緩解 而南下的交通應該是初二的車流量 最大 北上則是初四的最多 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西家帶券趕車 臺北車站內 出現返鄉人潮 而高鐵因應疫情 日前宣布二月八號到十六號春節期間 自由座車廂全部改為對號做販售 讓不少搶票搭乘高鐵返鄉過年的民眾相當苦惱 半夜起來訂的就很順 但是在昨天下午以前我們就訂都搶不到的 高鐵表示為了加強疏運 九號下午幾晚間從南港站加開兩班次 南下各站停靠的全車對號做列車 至於西部國道首波返鄉車潮也在下午四點湧現 高工局預估國道車流量為一百零五百萬車公里和去年同期差不多 但國五車潮和去年同期相比約增加百分之五 高工局表示十號小年夜西部國道將從上午九點開始出現車潮 預計中午過後才緩解 而春節這段期間南下的交通量會集中在初一到初三 其中又以初二的車流量最大是平日的1.6倍 至於北向車潮則集中在初三到初五 其中又以初四的車流最多為平日的1.8倍 建議民眾避開尖峰時段上路 以免塞在車陣中 記者委呈陳立峰 王新中 特別報導 氣象局表示 這七天假期天氣會先暖後冷 從今天到明天上午受封面通過影響 各地天氣不穩定 有短暫陣雨或局部雷雨 低溫大約十五到十八度 而十四號則會有另一波冷空氣報導 《天氣明顯專樂》 十號起就是長達七天的農曆春節假期 民眾已經開始陸續準備返鄉 或付外地出遊 中央氣象局提醒今年春節假期 天氣趨勢為先雨後穩 全臺天氣將呈現三階段的轉變 中南部大致維持多雲稻勤 北部變化較大 小年夜的白天天氣相對還是比較溫暖 除氣氣溫略為下降 而初一到初四這段期間 北部跟東半部天氣稍涼 白天的高溫大概是二十二度到二十三度 氣象局提醒從小年夜到除夕上午受封面通過影響 各地天氣不穩定 容易有短暫陣雨或局部雷雨 各地會有一波明顯的雨勢 北部最低溫十五度 南部天氣較好 最高溫二十八度 接著從除夕下半天封面通過之後 中南部以及外島天氣恢復穩定 轉為多雲形態 至於初一到初五受東北季風影響 降雨區域以迎風面的北部東半部為主 氣象專家表示初三起會有另一波冷空氣報導 天氣轉涼 尤其北臺灣天氣較涼 中南部大致為多雲稻勤的天氣 白天舒適 早晚氣溫偏涼 日夜溫差大 記者黃宥威張國良 臺北報導 最近宜蘭外海接連發生規模五以上 有感地震 氣象局地震策報中心市井 不排除是大地震的前陣 並強調規模五以上地震 每年平均十八起 但今年至今已經發生八起 今年的地震恐怕會比往年更頻繁 臺灣九號凌晨將近一點時 接連發生兩起規模五以上的有感地震 根據氣象局地震策報中心表示 正央都在宜蘭外海屬於影末帶地震 研判是這個月七號凌晨規模六點一地震的余震 並強調今年規模超過五的地震 從一月九號至今三十二天已累積八起 認為除了是正常能量釋放以外 還有另一種可能不排除是大地震的前陣 很多巨大型的地震都發生在所謂海溝 海溝型地震 也就是影末帶 巨大型的地震 我們在歷史上這些規模超過八點五以上的地震 幾乎都有前陣 那它的前陣而且 很多是不止一次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特聘教授李錫提也認為 今年規模五以上的地震 位置都在和平海盆附近 屬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 碰撞擠壓 影末帶地震 而且地震的次數變得更頻繁 規模都在五以上 是一種警訊 他說宜蘭東部外海的地震 都有正常能量釋放 倒是台北外海數十年來都沒有規模較大的能量釋放 過去最大的一次發生在一九零九年 規模七點三地震 正央在新北市中和 他提醒北部地區民眾恐需提防百年一遇的能量釋放 宜蘭以西陸地的部分 確實這塊板塊確實能量都還沒釋放 向西大概就延伸到 我們台北盆地的西岩 這一帶而已 我們整個台北盆地底下 有這個板塊 他該發生地震 可是久久沒地震 這個反而是要小心的地方 學者表示菲律賓海板塊 每年都會由東南向西北方向 擠壓十一公分 擠到地殼沒辦法承受 累積的能量就會以地震波的方式向外擴散 因為目前科技無法在地震前準確預測 預告大地震是為了提醒民眾做好萬全準備 歸雨綢繆 記者黃六湯國良 台北桃園壯報道 國內在昨天新增一例本土病例 是之前布桃確診護理師 也就是案863 他照顧婆婆的同住大姑 累計布桃群聚感染事件 已經有二十一人確診 此外指揮中心也宣布 北北桃醫院回歸現行的探病機制 開放探病 國內新冠肺炎再添一名本土病例 案934為本國籍50多歲女性 也是案863布桃醫院護理師的大姑 因為先前被匡列為案864 907 909及910的接觸者 因此從今年1月19號起 進行居家隔離 期間曾經接受五次採檢 皆為陰性 不過他曾經出現 發燒鼻涕倒流等情形 後來因為自覺已經無症狀 申請外出奔丧 第六次採檢才確診 使得案863護理師 一家七口全部都染疫 而外界也關心案863護理師其他家人病況 指揮中心表示除了確診當天就過世的婆婆案907 其他人都恢復良好 有兩人接近解隔離標準 至於整體布桃確診者病況 還有兩位重症在加護病房 但是病況持續改善中 整個布桃相關的個案 到昨天上午已經確定 有三位已經是解除隔離 這兩位的重症病人 到昨天為止 他的情況也是持續在改善當中 指揮中心強調 布桃醫院清零計畫實施後 經過評估 該院及社區感染風險降低 因此宣布北北桃地區所轄醫院 從2月10號週三起 回歸現行陪探病機制 也就是住院病人之陪病者 仍以一名為原則 訪客探病每天固定一時段 而且每名住院病人 每次最多以兩名訪客為原則 醫院可以視情形調整 不過還是建議民眾 盡量以視訊或電話方式 替代實地探視 記者拉什麗 長東相 特意報導 有關疫苗取得方面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指出 國內整體疫苗的採購 預計至少要買三千萬劑 估計從外國進來的疫苗量 大約兩千萬劑 國產的疫苗 至少要一千萬劑 他更首度提到 先前疫苗採購的內幕 強調臺灣試採分散投資的策略 取得疫苗 面對新冠病毒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回顧一年來防疫成果 其中在疫苗的取得 從去年三月開始成立疫苗小組 六月陸續和國外廠商洽談 運用的是分散投資 墮入並行的策略 不過先前台灣採購疫苗上 卻接連受挫 指揮官陳時中 則首度揭露背後原因 由於台灣取得疫苗的方針 是直接和原廠洽商 如果是代理商 就必須出示原廠授權書 去年九月中分別和東洋 雅各城展開洽談 其中雅各城在十月底 因為對方無法提出原廠授權文件 早已合作破局 而與東洋的洽談 是在授權文件校期內 多次商討都沒有合意 無法繼續洽談 十一月三號宣告破局 至於當時東洋代理 德國BNT疫苗的爭議 陳時中強調 當時礙於疫苗防護力考量 和冷鏈保存的難題 從沒計畫購買 如今成功洽談到 八行代理商COVEX 在去年九月簽約 取得四百七十六萬劑 十月和原廠AZ疫苗簽約 也獲得一千萬劑 其中COVEX最快在這個月 就會配送二十多萬劑來台 三千萬為目標 另外一個長牌 現在我們已經在簽約 所以從國外進來 大概兩千萬 國內我們當然至少 要再採購一千萬 九大類的這個 這個接種的一個順序 第一階段九十九點九三 其實就是前五個 前五個順序 等到疫苗順利抵台 將分成九大類 三階段的順序陸續接種 優先對象 包含醫事人員 中央與地方政府 防疫人員軍人等 不過陳時中也說 還是要看疫苗進來的劑量 如果劑量越來越多 也會彈性開放更多的族群 來施打疫苗 記者傳訊 陳新榮 台北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自由時報也是報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最近將和一家國際藥廠簽約購買五百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估計從外國進來的疫苗量大約兩千萬劑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布立桃園醫院清零計劃結案後 昨天又新增一例布桃群聚的確診案例 為布桃護理師的大姑 一家七口全中標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農曆年前總統蔡英文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面對近期共機頻繁擾臺 總統表示 這些動作不利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現狀 重申兩岸和平關鍵鑰匙在中國手上 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 臺灣願在對等尊嚴原則下促成有意義對話 共機今年開始 平凡擾臺架次跟機型都明顯提升 而且不分早晚 中國解放軍7號更宣布 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 進行長達15天的軍事演習 認為是針對當前南海及台海局勢而來 總統蔡英文在農曆年前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指出面對變動中的區域局勢 我們會持續提升自身的防衛戰力 來因各種新型態軍事作為的挑戰 也強調兩岸和平的關鍵鑰匙 是在中國手上 蔡總統重申疫情受有效控制之後 期待兩岸人民逐漸恢復正常有序交流 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 台灣願在對等尊嚴原則下促成有意義對話 另外美國海軍9號宣布 兩大航母戰鬥群近日已經在南海 舉行聯合演習 這是美軍自2020年7月後首次的聯合操演行動 蔡總統也表示 美軍基艦多次以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展現美國對印太地區安全現狀 遭到挑戰時的明確態度 而台美關係也並沒有受到政權更替的影響 蔡總統要求國安團隊要持續跟美國新政府 國會以及朝野政黨民間各界保持密切的聯繫 也能夠持續深化在各方面跟美國的合作 尤其在經貿戰略上的對話 美國在台協會則發布新年影片 AIT處長林英傑率團隊親自揮好寫春聯 傳達台美關係是真朋友真進展 更以美國愛台協會熱情結尾 也呼應新政府上任 台美關係依舊穩健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去年十二月 因為被控串謀詐欺和港版國安法的勾結 外國勢力罪遭到羈押 香港終審法院在昨天上午作出裁定 高院法官原批准保釋不當 黎智英需繼續還押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成教人員陪同下 步出求車 香港終審法院在九號上午十點 對黎智英獲准保釋案件 最後裁定律證司上訴有理勝訴 高院法官原批准保釋不當 黎智英需繼續還押 法院外有聲援黎智英的民眾自治 釋放政治犯刊版 還有手持抗議標語 上頭寫著言論無罪 打壓可恥 高喊要求釋放黎智英 在裁決前一個半小時 就已經有許多人排隊等候進入法院 聆聽結果 其中也包括加拿大領事館職員 歐盟外交官 而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長矛梁國雄 則到場聲援黎智英 法院外另一頭也有手舉賣國賊的抗議民眾 批評黎智英反中亂港 中審法院在裁決中提到高等法院批准保釋時 引用的國安法案件存在法律觀點錯誤 因此五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保釋決定被擱置 黎智英得在獄中過年 記者 鄭維倫 可能有資安漏洞 立委也呼籲政府盡快完善相關制度 中國資安疑慮不斷 有旅日的物聯網工程師 接獲朋友投訴 家中的掃地機器人在偷傳輸資訊 經過APP的數據分析 發現這些都送往中國的伺服器 另外像手機及路由器等 沒有強制資安檢測 但都有被中國偷資訊的漏洞風險 不止硬體資安專家也提醒 現在很多生活常見的產品 不管是無人機 APP 遊戲 家電 都有可能直接被中國網路雲端 徵有資料 目前行政單位已經針對公部門 使用中國製產品的資安問題有所動作 但是一般民眾的資安如何把關 是個問題 呼籲行政單位更要積極處理 臺灣基進也進一步提出了四大訴求 包括乾淨資安產品要標示 息產地惡行 要防堵 數據跳板第三地要管控 政府採購法要強化 認為現在面對中國威脅 資安可能就是第二戰場 政府應該儘快完成相關制度 創造臺灣乾淨網路環境 記者韓醫朋友組臺北報導 新煙對身體有害 不少民眾物以為改抽電子煙 可以比較健康 日前北部有一名男子使用電子煙來戒煙 結果出現身體不適 檢查後確認罹患肺炎 根據國健署最新統計 截至今年一月底 全臺因電子煙肺傷害 已經累計有三例通報 分別是一例青少年和兩例成人 一名四十歲的男性已經擁有二十年的煙磷 經朋友介紹後 最近一年開始使用電子煙戒煙 沒想到卻開始出現腹脹腹瀉越來越喘 肺活量減少三成 最後接受X光檢查後確認為肺炎 真正造成肺傷害的還沒有一個定論 不過他們覺得是裡面有個叫做THC的東西 叫做大麻自清酸的東西 醫師表示絕大多數的電子煙除了含尼古丁外 也約有七千種化學成分被使用於電子煙有理 過去國外多個研究就發現 使用尼古丁電子煙不只會造成致死性的肺炎 還有許多肺部的疾病 也會增加心臟缺血比傳統止煙更嚴重 雖然新型煙品推出的時間不長 但2018年歐盟檢測也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41種的有害或致癌物質 2019年的下半年也發生了就是所謂的電子煙相關肺傷害事件 全美國通報的案例送醫就整插管重症的總共有2800多位的一個美國人 然後有68人是死亡 那這些重症這些插管的最小的是13歲 抽大概三個月的電子煙 但是死亡的最小的是15歲 抽一年半的電子煙 市商務福部去年將最新版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進行政院 擬全禁電子煙但開放加熱煙 目前法案已送到立法院等薪會期審議 根據國建署最新的統計 截至今年一月底全台因為電子煙廢傷害 已經累計有三例通報 分別是一例青少年和兩例成人 記者會有陳立峰推報導 緬甸各大城市反對軍事政變 首都奈比多昨天傳出一名女示威者頭部中彈 已經宣告惱死 緬甸國營電視台則報導 在驅散示威者時 有數名遠景受傷 紐西蘭率先宣佈 暫停所有與緬甸的高層級政治和軍事接觸 紐西蘭政府對緬甸軍方作為開出具體行動的第一槍 總理阿爾登九號表示 停止與緬甸所有政治軍事的高層接觸 對軍事將領實施旅行禁令 還要確保對緬甸的援助計畫 不會落入軍政府之手或使之受惠的情況 歐盟也在九號的會議中宣佈 說出未來幾天拜登政府將會對緬甸議題有更多回應 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緬甸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以及軍方接下來的作為 緬甸軍方在第一大城陽光 與第二大城瓦城實施宵禁 禁止五人以上集會 但在首都奈彼多街頭九號仍然聚集 大批示威群眾反對軍方政變的作為 駐守在現場的警方發射水炮 試圖驅散群眾 一聲槍響後畫面下方的紅衣女子 應聲倒地 根據路透社報導指出 警方朝示威群眾發射實彈和橡膠子彈 這名女子送醫治療後 醫師證實是一顆實彈造成頭部重創 九號晚間已經宣佈腦死 至於緬甸國營電視台則報導 瓦城警方在試圖驅散示威者時 有數名遠景受傷 還有警車遭到攻擊破壞 北歐芬蘭南部一座小城 最近推出全球第一個城市共享滑雪板計畫 不但在道路積雪結冰時 出行更加方便 而且相當環保 共享單車你不陌生 共享滑雪板呢 跟U-Bike一樣 需要時建一下就可用 推出這項全球首創服務的 是芬蘭南部的拉赫地 他們的城市滑雪計畫 最近開始上路 不但在市中心跟滑雪場 設了三個租界點 也在市內擴建滑雪道 讓居民在道路結冰 積雪又太深時 照樣方便出行 拉赫地被譽為冬季運動之城 當地有一百八十公里長的越野滑雪賽道 已舉辦過七次北歐世界滑雪錦標賽 不過市府推出城市滑雪計畫 除了當地滑雪風氣盛行 也是因為滑雪比開車更環保 這座人口只有十二萬的小城市 過去三十年致力減低碳排放 從一九九零年至今 拉赫地已將碳排放減少七成 過去也曾推出低碳生活app 透過提供免費公車票運動票券等方式 鼓勵居民少開車 多步行騎單車 現在進一步推出共享滑雪版 要力拼二零二五年時 達到碳中和目標 公視新聞 宣寧編譯 公視手語新聞過年期間將從明天二月十一號到二月十六號停播 也就是除夕到大年初五 歡迎您持續鎖定公視賀年精彩節目 我是牛宣文 祝您牛來運轉 新春愉快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